今天为你讲的这本《失败者的春秋》是历史作家刘伯抽丝剥茧 搭建起新的结构,重新写成的一部《春秋历史》 在十四个篇章里,刘伯先是把史料和考古发现结合在一起 将历史事件推演一遍,再用现代人视角 辨析这段历史的重点在哪里 比如,讲大国博弈时,他用了地缘政治的分析方法 讲人物事件时,用的是还原历史人物文化心理的方式 想观察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了解他的童年和青春期经历 了解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春秋时代正是中国历史的童年和青春期 这个时期拥有无限可能救的制度崩盘 诸子思想活跃,各种风俗并存 如果身处当时,根本没法想象这个局面会孵化出什么样的未来 另一方面,这段历史也潜藏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各种基因 影响着未来的历史走向 不过,想读春秋的历史并不容易 主要的史料,像春秋左传文字本身就不好懂 而且内容简短,需要查阅许多资料 春秋的国家,人物和矛盾线头又是特别的多 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对春秋的印象 是不是主要都是片段 春秋时代的人物和成语故事 我们可能知道不少 但缺少一个宏观的,连续性的印象 了解一段历史 核心任务是弄清楚决定性的力量 也就是主角是谁 下面,我就来讲讲和春秋时代主角有关的三个问题 我们知道,春秋的主角是那些争霸的大国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从这时起 周天子就不再是舞台上的主角了 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是那些大国和霸主 是怎么崛起的 他们各自的算盘又是什么 也就说,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目标和路线 另外,春秋时代有一大特点 就是贵族阶层的气质和思想与后世不同 个人因素常常改变历史走向 所以,第三个问题是春秋的时代精神 春秋的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不过,我们知道 无论主角还是配角 虽然各有春秋大梦 最后除了秦国,都是失败者 所以,这本书叫《失败者的春秋》 它所探寻的,是导致他们失败的历史原因 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说说 曾经无比强大,是天下共主的周王室 为什么到了春秋时代,就沦为配角了呢 咱们得先清楚一个问题 春秋到底是什么 对于这个名词,有一派观点认为 就是出自那部儒家经典,春秋 在形式上,它有点像新闻档案记事 传说是孔子所作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是 《春秋左世传》简称左传 它是为《春秋》撰写的解释和评述 作者是鲁博史观左秋名 关于春秋大义的各种阐释 是儒家思想的传统来源之一 可以说,儒家对《易经》的解释 是在讲天人关系这些世界观问题 对《春秋》的解释 则是在讲述政治治理方面的问题 《春秋》是不以鲁博为第一人称的编年史 所以,从时间上来说 起点是鲁尹公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722年 这个时期,标志王室衰弱的事件 是周平王千度落役 开始东周时代 至于春秋的结束,就不太好确定了 春秋和战国 是周代政治向秦代的极权政治的过渡时期 春秋是旧社会的崩溃 而战国是新制度的形成 这并不是突变的过程 所以很难划出界限 在经历了近300年的战乱 兼并以后,很多学者把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镜 也就是韩兆卫三家瓜分了春秋的超级大国 禁国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限 也有的学者认为 这件事本身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政治信号50年后 周天子承认了韩兆卫三家的诸侯国地位 这代表着周代政治梯统瓦解 总之,春秋和战国的历史作用不一样 时代气质也不同 史学名家张英霖说过 春秋时代的历史 大体还算平稳 要论事变的剧烈程度 战国的十年 抵得过春秋的一个世界 春秋的列强 除了吴国以外 都是有涵养功力的赌徒 输得再大 也不至于点卖房产 而战国的列强却都好像烂赌鬼 经常孤注一掷 在旦夕之间丧失一切 这很可能与他们都在春秋末期 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有关 原来的稳定性被打破了 不过,在春秋时代 最大的输家还是周王室 要认识春秋时代 我们就得先说说王室的失败 周王朝在强盛时期 用天命、封建、宗法和理治这四条纽带 将天下维系成了一个整体 虽然在理论上说 是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但周代对天下的划分 有严格的等级 周天子直接控制区在正中央 叫做殿服 天子所封建的各个诸侯国 围绕着殿服 叫做侯服 就是诸侯的侯 制服的服 这是第二层区域 可以认为是天子全力的代理区 侯服之外的第三层 是归顺天子的民族区域 叫随服 随境的随 随境的意思就是退让 不抵抗 再向外的第四层叫要服 要的意思是约束 就是周朝对这里的蛮族有基本的约定 要服之外叫荒服 字面的意思是周天子放弃了对那些野人的叫化 任其自生自灭 在西周初年 王室控制的殿服 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力量 都比任何一个诸侯国强大很多 即使是周平王因为搞经被毁 外族入侵 从关中地区东迁到洛阳盆地 王室掌管的疆域 仍然既有虎劳关这样的天险 又有三门侠这样的咽喉要道 另外还有南部的大粮仓 形式上仍然用于任何一个诸侯国 清代一位历史学者说光武创业之规模 不是过瘾 就是说光武帝留秀扫平天下 建立东汉的基业 也不过是这一代 那么 既做庄又有一把好牌的周天子 是怎么把自己弄成了时代的输家呢 原因就是周平王没有能力有效整合这些资源 首先 他无法解决西周末年遗留下来的一个内在矛盾 就是垫幅这个名义上的直接控制区 极大部分的土地 已经分散到了世系贵族手里 在他之前的一百多年里 周王氏的组织结构不断膨胀 行政能力却在逐渐削弱 军队战斗力也在日历下滑 社会财富总量虽然增长了 但并没有流进天子的腰包里 西周末年 臭名昭著的周立王 搞过一系列暴政 垄断了大量民间财富 客观原因是因为财政缺口太大了 周代青铜器的明文显示周立王时代 周人和附近的民族进行过许多战争 这些战争并不是侵略 而是防御性自卫 也就是说周立王聚敛的财富 很多用于国防啊 周立王后来因为攀乱外套 国内由大贵族周公 赵公联合执政 周立王死后继位的是周宣王 宣字的意思是善于听取意见 不是民间意见 而是贵族的意见 含义很明显 从这时候起 周王要和大贵族合作 到了周平王这里 想要有所作为 就要从过去贵族阶层的边缘群体 寻找新生力量 打击老牌权贵 他找到的盟友是晋国 秦国这些国家 晋国在春秋后期虽然很强大 但当时是激姓诸侯国里的次等国家 文化也不纯 向来被辱国这些老牌贵族国家轻视 而秦国根本不在诸侯之列 晋国通过利用周平王的名义 实现了向四周扩张 秦国得到了伯爵的封号 结果 这两个国家实现了各自的利益 却谁都没有帮助周平王 于是周平王的权力突围落空了 而更大的恶果是 这种和诸侯结盟的做法 等于把周天子的地位 降低到了一般诸侯的水平 在春秋时代 周王室的实际利益 和他作为天下公主的合法性 经常产生矛盾 我们说了 周天子的合法性 需要天命和理智 从周文王 周武王开始 都把自己的道德形象塑造的完美无瑕 现在 诸侯和贵族反过来 把天子绑到了道德高地上 牢牢捆住他的手脚 让他没法对救体制做出改革 天子想扩大军备 贵族说不好 要武扬威那是粗鄙行为 您需要的是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天子向诸侯国寻求经济支持 诸侯也说不行 这不符合理智的规则 鲁国还会在春秋上一本正经的记载 天子违背离法 天子不能随意向诸侯征求财物 诸侯也不能向天子供应车马 除了这些内在原因 周王是失败的外在矛盾是外族的威胁 从西周中后期开始 他和新晋贵族国家实力差距不断缩小 已经从猛兽变成了肥羊 很多国家都对他虎视眈眈 老牌诸侯国还至多只是轻慢 不服从 因为宗法和理智也是他们的合法性来源 最先发难的 是那些原本被视为蛮夷的民族 也就是东南淮河流域的族群 代表就是南方的楚国 楚国崛起以后 国军甚至把几个儿子都封为王 这是只有天子不小的名号 更棘手的威胁是西北地区 游牧民族容敌入侵 春秋之前的贵族战争 特征是短平快 基本一天之内就能决出胜负 而这些游牧民族的进攻和侵扰是今年累月 来去不定 让周王是在部队征召和后勤补给上压力很大 疲于应付 根据现代考证所谓戎敌 其实和当时的中原国家血缘并不远 周人很可能也是戎敌的一支 所以周代对族群的划分 本质上可以说是文化歧视 文化是会迁移的 过去的边缘可能是未来的中心 当时的吴越也和楚国一样是边缘 到了唐宋以后 则是中华文化的中心 另外 这在当时还有一层意义 就是这些来自外部的危机 常常会强化内部的共同体意识 过去 中原的老牌贵族国家 号称以周王室为首的诸夏 就是王室的同宗 殷亲 诸夏一直内讧不断 在和游牧民族和楚国这种新兴力量的对峙里 诸夏开始彼此认同 在民族概念上 从附数形式的诸夏 合并成了单数形式的华夏 戎敌对诸夏的侵扰 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 齐桓公称霸以后 才联合各国 将戎敌势力驱逐到黄河以北 从这件事里 我们也看出来了在春秋时代 由于周天子对内解决不了贵族分权 对外没法应付外族侵扰 周王室的政治牌和掌控力都消耗得差不多了 甚至连配角都不算 只能算一件重要的道具 说完周天子 在第二部分内容 我们来谈谈春秋的真正主角 我们都知道 就是那些参与争霸的大国 我们中学都学过春秋武霸 至于武霸究竟是哪五个国军 有不同的版本 固定的是齐桓公 晋文公 楚庄王 更没有争议的说法 是春秋有四大强国 晋、楚、齐、秦 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认为 春秋时代五次最重要的战争 都集中在中期 这五场战争里都有晋国 他两次战胜楚国 一次战胜齐国 一次战胜秦国 一次战胜秦国 另外 楚国参战三场 都是对晋 成绩是两副一剩 直观上看 在春秋时代 有资格上高级牌桌的 就是这四家 其中 晋国最强 楚国次之 齐 秦耀若一个档次 但这是事后看 用动态眼光看 还有几个疑问 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里 我们一个个地说 首先 这四个国家一开始就是 头等强国吗 这个问题 其实相当于春秋时代的势力 是怎么变化的 为什么变化 在春秋初年 这四大强国 基本上都不在风头最近 实力最强的国家名单里 当时的明星国家是 鲁国 齐国 宋国 郑国和魏国 魏是保卫的魏 也就是孔子到过的那个魏国 作者刘伯有个风趣的比喻看 左传 就像看笑傲江湖 直到灵狐冲出场 你才会发现 原来林平之是配角啊 我们读论语 会觉得孔子怎么总去宋国 魏国这些小国呢 但是把历史往前拉一下 就能发现那些国家 都是曾经的强国 我想 孔子很可能会有他的考虑 他周游的国家 大多代表老派 正统的诸校文化 这种拥有宗法 理智基础的国家 才是儒家最理想的合作对象 然而 这些国家的衰败 也正是和旧文化有关 在周朝初年分封各国时 鲁国的第一任君主薄秦是周公的儿子 他到封国三年以后 才回来向周公报告 周公问他为什么去了那么久 他回答说我在那里搞理智建设 监督当地人执行守丧 守丧 守丧是要三年的 而齐国第一任君主太公望五个月 就回来述职了 因为他按照当地的封锁 简化了礼仪和政策 按照孔子的标准 也许国秦在政治上更正确 但史记对此的评价是 鲁国的政策礼仪繁琐 让人民疏远 他后来被齐国超越 从这里就埋下了祸根 实际上 这种区别 还不是领导人的个人观念不同 而是由环境造成的 周朝初期 鲁国的地理相对齐国优越 他处于后方 可以从容地搞理法制度 而齐国处于东方最前线 要和很多外族斗争 政策上只能抓大放小 后来 齐国一路打到海边 反而成了防御上最安全的国家 而最让鲁国人骄傲的领域 拖住他的改革进程 周朝遗留下来的封建宗法体制 让鲁国和周王室一样 国内权力高度分散 这种守旧的国家 没法维持强国地位 宋国、政国、魏国在黄河以南 这是当时最发达的地方 有很多考古证据支持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但是 当其他列强发展起来之后 河南就成了被围困的中心地带 传统强国成了夹缝中的国家 其中 魏国的地理位置尤其不安全 它有大片的领土在黄河以北 当荣敌入侵蚀 既无险可胜 又无处可逃 魏国因为从前生活负数 还盛行享乐风气 所以衰落得很早 围棋里奖金角迎边草肚皮 如果把春秋的天下比喻成棋盘 我们也能看出这个基本规律 春秋四大强国 各占据一个边角 拥有稳固的后方 静 可以安心出击 退 地理屏障可守 而中间区域的国家 很容易在四面侵扰里被消耗掉 下面 我们再来说说 四大强国是怎么崛起的 也就是说 造成春秋时代扩张 兼并现象的动力是什么 从社会结构来看 西周的人口和贵族阶层的人数 都在增长 原来各国之间没有什么利益联系 可以相安无事 等到人口增长以后 土地越开发越多 就逐渐接壤 而本国又囤积了大量 拿不到封地的贵族 这就需要对外扩张 靠侵犯邻国来解决 大夫和世人的封地和石田 毕竟 开荒很麻烦 最好是能直接抢夺别人开发好的领土 另外 周天子的失败 造成了权威真空 所以强国开始争夺霸主地位 那些新崛起的国家 又总是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 不平衡 有时候 他们通过干涉别国内政来操纵外国 有的时候 就干脆巧利明目地打上一仗 比如 楚国的崛起 就让老派诸夏国感到不安 这就形成了一个争霸中的逻辑 诸侯想当霸主 就要和蛮夷代表的楚国较量一下 我们说了 晋国大败过楚国两次 西桓公也曾经让楚国屈服过 所以他们都是北方的霸主 而宋相公就因为被楚国打败 经常被当作笑柄 春秋时代的强国 就是在这种国际动力下 凭借各自的地理优势和制度优势 先后绝强 说到这儿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几大强国之间的发展和称霸路数 有什么不同 我主要选两个代表 七国和楚国 我们先说七桓公 他是五霸之首 也是最正宗的春秋霸主法 因为时间关系 管仲的改革和七国的崛起 就不说了 咱们重点讲讲七桓公的霸主之道 霸主政治 实际上是一个对西州的怀旧厂物 在先秦时代 霸不是贬义词 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肯定 霸字是假借输败的国字 相当于老大哥的意思 按照左传的评价武霸辛苦自己 安抚诸侯 不能欺负和吞并弱国 而是要尊奉天子 维持天下的秩序 也就是说 要当霸主 不仅要有武力 还得有道德力量 比如 魏国受到荣敌攻击 国土沦丧 七桓公就派军队 把魏国的难民给保护了起来 还提供物资救援 他还支持过 丢失国土的行国整体搬迁 霸道的观念 有两条核心 就是尊王和壤仪 壤仪 我们说了 就是和荣敌或者楚国作战 尊王有点麻烦 因为周天子对新晋的强国很忌惮 经常给七国制造麻烦 鼓动过郑国背叛七国 而七桓公所尊的 也不是具体的周天子 而是周朝的尊王道 也就是礼法 他出兵替燕国打退了山戎进攻 燕庄公很感激 送行时送过了国界 七桓公就说按照礼法 天子不授权 诸侯相送是不能出境的 于是挖了一条沟 把燕庄公送到的地方 都割让给了燕国 零分手前还提醒燕国要暗示 向周天子那边 你看 在诸侯眼里 齐桓公应该是个威严的好大哥 毕竟老牌的诸侯国 都是一个老祖宗 起码是亲戚关系 在齐桓公的时代 霸主们还想象不出赶朝换代做皇帝 对他来说 能号令其他诸侯 让他们来开自己的会盟 就是人生的高峰体验 然而 他的霸主政治 用现实眼光看 成本和收益不成比例 国内民众也看不到什么好处 霸主政治的目的 是为了显示大国的地位和力量 保证自己的利益在国际间顺畅的通行 而不是抒发个人情怀 后来称霸的楚国和晋国 道路就完全不同 他们的共同点是军事发达文化落后 他们称霸的目的很直接 就是从同盟国身上吸血 这个逻辑 就像雅典人在希腊联盟中留下的一句霸权主义名言 强者为所欲为 弱者接受事实 楚国是最明显的例子 因为称霸能让贵族 士兵和人民获得直接好处 所以 楚国上下的扩张热情是高度一致的 并不是一两个君王的野心 春秋时代 绝大多数小国都被消灭了 其中 被楚国灭掉的国家是最多的 超过排在二 三 四位的晋国 七国和鲁国的总和 除了自身是一架强大 嗜血的战争机器 楚国也拥有其他有利条件 他的东西部没有外族威胁 北方诸夏忙于内斗 没有向南扩张的想法 另外 因为封建化水平低 不太受周代宗法的制约 楚国在新征服的土地上 推行了一套有中央集权风格的全新官僚制度 这可以让王命立刻下达和贯彻 左传里经常出现楚王下令处死地方长官的事 这在北方诸侯国是很难想象的 不过 这也给楚国留下一个祸患 就是楚国贵族觉得待遇太差 安全又没有保障 经常出走 我们知道 在通过集权来争霸的路上 走得比楚国更远也更彻底的 就是日后的赢家秦国 春秋初年风投最近的鲁国 郑国 魏国这种老牌贵族国家 因为地缘和制度问题 在这个时期日益末路 最后消亡 就连不可一世的晋国 也在春秋末年截停 第三部分 从周天子 西皇宫到普通贵族 这些春秋时代的失败者 并不只是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失败 也是文化的失败 甚至是观念和性格的失败 读春秋历史 必须了解当时人的特殊性格 才能理解历史人物的选择和行动 所以 在第三部分内容里 我们来了解一下春秋的另一类重要历史角色 当时的贵族阶层 春秋是中国最后的贵族时代 读 左传 或者 史记经常能感受到 这个时期的人不同于后世的行为方式 高贵和贵族这些字眼 现在有点泛滥 基本上属于广告界的词汇 我具体形容一下一般来说 一方面 春秋的贵族都是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过于执着贵族 不切实际 另一方面 他们既有雍容温和的风度 又有勇敢直率的气质 这一点 从春秋时代贵族作战上就能看出来 春秋时代的主要战争形式是车站 战车造价昂贵 车上的夹式至少要有世人的资格 也就是说 春秋初年的战争是贵族的游戏 所以 春秋的战争中 经常出现今天看起来难以理解的场面 这些战争有点像竞技体育主要场面是在开阔地带用战车互相往来冲击 不是防守战略要顶 因为守军那是平民的职业 贵族只负责打仗 另外 军队的规模都不大 持续时间也不长 而且不以摧毁敌军有胜力量为目标 比如 宋国军队占领了郑国的国都 从史料来看 并没有伤害平民 只是袭击了军用设施 宋国军队拆掉了郑国太庙的船子 作为战利品扛回去 装到了宋国的城门上 并没有留下铸扎 而是到第二年又来进攻 像是一个新赛季一样 在春秋时代 几乎没有出现过战国时代那种大量杀死战俘甚至屠城的惨案 另外 春秋贵族的传统战争观念是讲究光明磊落的正面决战 不搞偷袭之类的战术 贵族们经常逞个人英雄主 当时有一种典型的打法 就是在发起总攻之前 先派出这一边最杰出的战士 单独驾驶一辆车冲向对方的阵地 贵族们在战争中都这么讲风度 日常就更是如此了 春秋人的贵族范被学者们归纳成三点 第一是世俗理性 就是表面上敬畏天意 其实是相信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合乎正义的政治 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 该接受现实就接受现实 第二是尊严意识 这来自于等级制度 他们对上位的君主充满敬意 但既然身份是贵族 也绝不挪言蔽息 他们对平民基本上无视 但也不是强凌弱 因为那不体面 第三是文雅风流 也就是要多才多艺 春秋时代 上层社会的内部分工刚刚开始 贵族们都是既要管理行政 也要学习文化 而且还要接受军事训练 按照李济的说法 一个贵族要学习到四十岁才能出来做官 这可能是夸张 但贵族的学业确实很重 比起战国的贵族 秦汉的官僚 春秋贵族显得更优雅 更有修养 中国政治很早熟 但在春秋时代 很多历史政治事件 并不像后世那么复杂 不是老谋深算 多方博弈 真的只是贵族犯的意气用事 或者意识兴起 很多战争的起因狠孩子气 呈现的是无目的的残忍 所以说 春秋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青春期 偶然性的背后有更多的个性 从大处看 强迫和霸主是春秋时代的主角 从历史细节看 贵族的性格也是春秋时代的主角 一起回顾一下春秋的历史资料不好的 幸好历史作家刘伯 为我们重新梳理了一遍 一春秋始于公元前722年前后 结束于453年前后 周王氏对内解决不了贵族分权 对外一直受到外族侵扰 降格成了时代的道具 二春秋的主角是那些参与争霸的大国 初期的政治明星 是处于中原腹地的老派贵族国家 但因为地缘上前后受敌 旧制度又影响改革 都先后败落了 三期皇宫推行的霸主政治 虽然有情怀 但见不到现实收益 是怀旧的场合 而晋国和楚国巧妙地利用文化 若是来推行改革 通过霸主地位从盟国身上榨取利益 四春秋的历史 离不开春秋的贵族精神 可以总结成是世俗理性 尊严意识和文雅风流 既然有些东西 都要读些什么 空气 除此